做了门 逛了窗 醒了灯 闭了眼 什么招 叔叔 哦 小伙子 你就在这儿了啊 对 达美你也在这里啊 是啊 都在这里 脚好了吗 叔叔 脚好了 好了 哎呀 你不休息一下 哎呀 给他们一起干龙活 哎呀 小月为什么不跟叔叔说一下在家里面休息啊 他不肯呀 非要去跟我们一起干 哎呀 一大半年吃了 在家里面休息一下注意自己的身体 叔叔啊 我知道 我知道注意我的身体的 呃 然后呢 我今天 上来就是想跟你说件事 叔叔啊 说什么事啊 是不是用 只用钱啊 不是 不是 叔叔 不是用钱 不是用钱 就是关于达美的一些事 达美怎么了 有什么事啊 没事 没事 就是前几天 就是前几天达美的弟弟妹妹不是被同学欺负了吗 然后呢 陈宇已经说好了 是这样的 哦 弟弟妹妹有没有事啊 没事啊 没有事啊 对 已经帮我们解围好了 没有事了 没有事了 没有事就好 就是说前几天弟弟妹妹不是被同学欺负了吗 然后呢 学校里面的一些同学跟着说 爸爸妈妈不要他了 或者怎么样 所以说孩子们想爸爸妈妈了 然后达美呢 托我去找一下就是他的爸妈 我见到使馆 让我找一下 我就是找了好几天了 我都找不到 叔叔啊 然后呢 我心急 我就呃 上来就是跟你说一下 您的这个兄弟这几天有没有跟你联系啊 有没有电话之类的 没有没有 一次没有联系过 两年之内没有联系过的 前几天是给我打过电话 两年 两年以后就没有给我打过电话了 哦 两年没有联系过了是不是啊 是啊 当然你怎么给雨哥麻烦了 哦 不不不 我不麻烦了 叔叔 我不麻烦 呃 达美你今天正好也在这里 咱们一天找不到找两天 两天找不到找三天 放心 雨哥答应你了 一定会把你爸爸找回来的 没事的 雨哥 找得到就找 找不到也没关系 这么久以来我都坚持过来了 把弟弟妹妹养这么大了 就算爸爸不回来 我也会好好照顾我的弟弟妹妹 把他们好好的育养长大 好好的跟他们读书的 是啊 我是他的爸爸一样 你不要挂你的爸爸了 我是你的爸爸一样的 有什么事 有什么事 有什么亏了 你就给我说就对了 哎 叫什么爸爸了 你不要给小孩子麻烦了 我的话不麻烦 可能是孩子们这样 同学说他就想爸爸了吧 所以说陈宇亲自己的能力去找一下 哎 孩子们也不怕 就是叔叔 他们也不动死 现在 我在想您的这个兄弟 会不会在外面成家了 或者是还有没有在这个 这个就是 我也不好意思去说 我就是有这个顾虑 有这个想法 我也不知道 一直没有联系过 是趁家老吗 也是死吗 也是活吗 我也不知道的 对 因为他一直都没有跟我们联系过 也没有给我们打过电话嘛 所以呢 我们也不知道 达民也是的 你也不要麻烦雨哥了呀 你爸爸回来 他以前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你又不是不知道 他回来了也不一定能搬得到你什么的 他以前都是花天酒地的 从来不顾家的 孩子们也不管的 他回来了还会成为达民的负担的 所以呢 你就不要去找了 我的话长大了 就算爸爸不回来也没事 只是我在想 天下哪有父母不心疼自己的儿女的呀 就生下他们就这样不管不顾的 而且孩子们想他们了 就算他在外面成家或者怎么样 他也可以回个话呀 对不对 再回来看看孩子啊 也是可以的 对不对 哎 我的弟弟不是一个人啊 你看 从小九生了 生了儿子给达民称达 他就跑了 接了两个老婆 老婆也走了 两个都走了 现在拿去外面 一直没有回过电话 我给他打也打不通 现在你 哎 算了吧 不要找 不要找 我答应过达民 我还是试一下吧 我觉得你们真的差别太大了 叔叔 跟您真的差别太大了 你现在录在视频吗 嗯 我在记录着呢 叔叔 你记录中 跟他说吧 我跟他说 你发过去 要是他自己看得到 就可怜孩子的话就来 不用的话 你不用去找他了 行 我录着呢 阿吉 你不是一个人 你是一个人的话 你作为一个福音部 打个爸爸妈妈 你就不要这样子打 你就看到这个视频 你就快回来吧 达民好可怜 每一天都要照顾弟弟妹妹 行 行 我也就是想 但愿他们看得到吧 我不知道他是在逃避 还是真的没有看到 是啊 他可能是不是在外面成家 就像你说的那样 我但愿他们看得到这个视频 行的 你看得到这个视频 你就快回来吧 所以弟弟妹妹都特别的想你 你就回来吧 对 看不见 听不着 想不成 摸不到 两个人的依靠 一个人一只 共一杯酒一夜